今天不只是中华棒球队要在印尼亚运跟韩国交手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佛州 中华娘子军们在世界女子棒球锦标赛 预赛的第三战同样也是跟泡菜大军碰头 为了一扫上一场比赛输给波多黎各的阴霾 中华队在一局下半就靠着自身的两支安打 和一次的双道蕾加上对方 单局出现两次守备食物 两次保送跟一次的投手犯规 一口气攻下五分大局 下一局开始中华队的火力更是不客气 在当家第四棒沈家文 敲出二蕾安打的带动之下 是开启一轮猛攻 连续在二三四局都有分数进账 整场比赛狂轰滥炸了 十三支安打 敲得高黎妹是云头转向 加上投手群也成功封锁南韩打线 先发的胡敬文 主投三局只被敲出一支安打 没有丢掉分数 牛棚接踢的梁永竹 后援两局同样没让对手越雷池一步 帮助中华队在五局打完 就以十三比零提前口斗对手 笑纳世界杯的第二场胜仗 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导